防控期间也要谨防各类骗局 近日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 公共交通分局经过缜密的侦查 破获一起以疫情期间需要办理免检证乘车 为名的实施系列诈骗案件 嫌疑人假借疫情期间乘坐火车 需要办理免检证为名 物色看起来比较老实的乘客 通过一步步的演绎和游说 让市主身心不疑 从而上当受骗 其中一位受害者身上为数不多的1500块钱 最终作为所谓的担保金 落入了骗子的口袋 警方提示春运期间 广大旅客要增强繁范意识 对车站周边可疑人员提高警惕 认清骗局 不给不法分子可证之机 警方上当受骗